为了A股的股民们呀 央妈和证监会真的是操碎了心 央妈呢是超预期降期 证监会是超预期给福利 而周五这次呢其实也是很有诚意的 比如说降低交易通道成本即刻就生效了 有券商呀已经在内部通报 这是实打实给咱们省钱吧 还有强化上市公司分红属性 推动大市值公司的分红增长 这算是窗口指导的方法 要求上市公司让利了吧 还有大家最希望收紧的这个新股发行 这次呢也是特意提及要统筹IPO的节奏 综合调整融资速度完成逆周期的市场预期管理 也就是说当市场差的时候 就让市场没有IPO够贴心了吧 大家最关心的这印花税到底降不降呢 这次呀也是特意的表态 告诉投资者们你们的意见呀 我们听到了有空呢帮您问问 毕竟这事呀证监会说了不算 这些呢都算是替咱们股民照相的吧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要说 那你怎么不说延长交易时间呢 本来亏到三点就只跌了 非得让我再亏一点 关于这一点呢 A股作为世界第二大市场 这交易时间却是全球最短的 你说一个派对刚开始就告诉你结束了 是不是有点不尽信呢 听我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觉得其实这次还真的挺有诚意的呢